この世代はそれから、常に何を使用するべきですか, ただ、常に何を使用するべきですか でも、何を使用するべきですか 何も使用するべきですか 他が死に使用するべき、とっても問題をします わたぶんは、それは、 涉体の大体の体に人生をたくさんのことは 涉体を持つものойдよく育てございません どこにわたぶん言うこと、 それをたぶん言うこと、 當肖? 那子原來是什麼? 一切都給你 那就是怎麼看 就知道 但是 對 根本就怎麼去 所以這 太湊了 在雙巴哈 坐的 就 坐在 這是 所以就像ように,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当时,我们的经验,都会解放一些事情。 pamięta 连起来,我们的经验都会用不明智慧力的衣服。 您认为,如何用不明智慧革命的穿越上升。 因为我们会很返的状态,我们应该有损的状态。 现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是一种手机, 那再夠美女學生那我們雲說 我們的父母在這裡有幾乎的寵物 你們看到他們的寵物 他們是寵物的寵物 寵物就有寵物 寵物就寵物 寵物也寵物 寵物就寵物 寵物就寵物 寵物就會寵物 能不能引一步。 它被人忍作了。 在都是自己想, 处理了因为你也不问好。 在你必须做。 在你必须做点, 在你必须做点。 在这儿, 因为你必须在一个日期之中, 在你必须在买だから跑了。 你不喜欢的事, 你不想必须人会 mighty off! 所以刚刚以上呢是谈到了第一种会有的疑惑,接下来再谈到另外一种怀疑疑惑,就有的人可能会问说,的确有些众生呢,虽然说是如母,但是的确有些众生他就是故意针对我,要害我,你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动作,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完全是针对我。 而来的,方也说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相信在座有时候也会有,就是其实别人根本没有做什么,就是你自己想太多,你就看他的,你就觉得这个人他说的那句话就是故意要骂我的,他那个眼神你看你看他就是在瞪我,好像一切都是针对我,他只要说的一句小小的话,好像就刺到了你的哪个地方,所以你会认定这个人说这个家伙是个坏蛋,他是个敌人,所以总的来说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 你会认定说有众生还是很坏的,他就是要来伤害你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消除这样的疑惑呢,其实也跟之前是类似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说这个人,就算你认为是不好的这个人,他过去也是你的巨恩的父母,或许好,我们不谈是父母好了, 我们可以想想说过去生当中,他可能是我们那个最亲的,最亲爱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在你死的那一刻,会握着你的手不放的,这样子的关爱你的这个人,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来想他,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第二个人想说,但是在今生不一样了,他因为他的愚痴,他的烦恼,他忘记了过去我们这一段的这个因缘,那可能过去的曾经有过的这种同甘共苦的经验,他都全部都忘记了, 所以可以说,这个人他在今生,他的心变了,他的心乱了,所以这就想到,其实昨天有谈到一个主题叫做众生跟佛的差别,众生具有的叫做是,佛具有的叫做智,一个是是,一个是智慧,所以什么叫做是呢? 是的意思解释起来,就是一种妄念,他只看到外在表象的一种妄念,他只看到的是表象,他看不到实际的情况,这就是众生的情况,他看到了外相,表象之后,执着他,接着就升起了贪心跟嗔恨心,但是佛陀具备的是什么?是智慧,他也叫做一种本质,所谓的本呢,当然可以说本来就具有的智慧,但这个本,在藏文里面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全部都知道, 他是能够骗之的,他是能够看到,清楚看到呢,这个真理跟实相的 那我们说,真理跟实相呢,他是不会变的,所以无论说这些外相,他是怎么样的在改变,但是佛陀对佛陀来说,他不会受这些外相的影响,他总是看到的是实际的真理跟实相的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认定的这个敌人,或者我们认为的这个坏人,其实他只是,他受到他的愚痴跟烦恼,他的心乱了,他只看到的是表象,因此而伤害我们 所以呢,就像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你以善心对待某个人,但是那个人却对你恩将仇报的时候 经典说,你要对他更加的慈悲,更加的有大悲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了解到,他是因为受到了愚痴跟烦恼的影响 这个愚痴跟烦恼,其实就像什么,就像是疯,一种疯狂的疾病,一种失心的疾病是一样的 就好像一个疯狂的人,那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你不需要跟随着他去做的 那这样子只会让你也变得好像是一个疯狂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你应该静下来,看看这些伤害你的人,对他更加的有悲心 而且呢,了解说,他是情有可原的,他是受到他的愚痴跟烦恼而影响的 我就是狗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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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狗狗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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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狗狗狗狗的 不是大松才能为人而为了 在当中的大吉祥和田和与野 我们有很好的参与 有两个我们的参与 当中的人谈兔的 ant受仇 从他们家里受到这种参与 对话来说 我们来说 我们把中国的 India 和亚子作为 在家里的厦队也有 所以,一般呢,其实我们人都会想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就是说,亲人再多都不够,希望是越来越多,那么敌人呢,只要是有一个就受不了,就是一个敌人都不要有。 那么,总之我们会对于敌人是非常的不喜欢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首先,他害了我,他伤害了我,而问题在于说,你真的当真了,你真的认定是这样,你真的当真了,所以你真的觉得这个人他打了你,他骂了你,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说,其实你早就对他看不顺眼了,你心里早就觉得他很讨厌了, 甚至你看,有的时候被你认定,被你当真的那个,你不喜欢的人,就算他其实根本不在你的旁边,他其实在很远的地方,或者你甚至没看到他,你只是听到他的名字,你就已经很受不了,你就已经生气了。 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到底是这个敌人,这个你不喜欢的人伤害了你呢,还是其实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哦,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太当真了,你认定是这个样子,你当真了, 所以呢,你会受很多的苦,你会觉得受伤害了。 它叫着 我妈我妈 我妈我妈 你自己的东西都没有 我妈我妈 全部寻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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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得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三個朋友,他們是ABC三個人,所以方說這不是他們的名字 那麼首先有一天這個B先生呢,他就去看那個A先生 我去� 這是時候 Спасибо 但是他們倆在下的Put話去 Anda書 其他人不许? 学习的其他人不许? 类似的 类似的 最忠诚 是什么? 忠义 大家看这些 其他人说 你不要给你 我的国内 其他人说 他同学在学习时 同学在学习 这些是 你做得很难 是 在未经历和经历的过程中, 而他都是一生产生, 他都是一生产生的 他在美国可以有怪规则, 但他不彻底下, 如果他不是因为他们有大事, 他会不彻底下了, 他会做出自己的一生 其实他不彻底下, 他会说, 所以这个B呢就跟那个A说了 他就说 这个A啊 你是我们朋友当中最年长的 而且你真的是最讲义气的那个人 所以我真的是 只有你能够倾诉我心中的一些这种苦水吧 所以接着呢 这个B他又说了 他说你知道我们那个C的那个朋友 他简直是这一个不信因果实在是太糟糕的一个人 我实在受不了他了 我已经决定跟他一刀两断了 这就是有很多的 那你让他人家舅舅上那些 那你能够早就把人家舅舅上舅舅上舅舅生了 那你去哪里面又教太区别划了 那你起来哪里面又教太区别说了 那你开始叫他 我去哪里面又教太区别说的 那你起来哪里面又教太区别说了 那你带他那个人家舅舅舅舅上舅舅舅舅 你带我来的那你干 这你是不是 所以这个A先生这个年长的朋友他听了之后,他就说,到底那个思义他对你做了些什么,让你觉得要跟他一刀两断呢? 这时候B他非常伤心跟非常难过的他就说了,就是你看C他说了一些就算我死了也忘不了的这些坏话。 所以他一听了他就说,那你说说吧,到底C对你说了些什么呢?我们都这么久的朋友了,你就说吧。 所以这时候B呢他一听他就想了一下他说,其实我也忘了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就说,他说,这个是如果什么? 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解释了。 他说,他说,如果说,他想了解释,他想了解释。 他就说,这一点,他就想了解释。 像7月 nine月月月月呢 France 10月月約19日十月再去 如今nun爺 旅行 雌月一日 三月月 二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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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私人家说 从来到大年去死 Canyon上的一日 如果有三年 住居习死 难以为我们忘记 恐怕要说 稍等 这人生的回想要做什么 那生一生就很想到 我去看那些大宗 那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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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说以它们, 这都是这样的一年来, 但是这就是二年来, 这么一年来, 这么一年如何, 这么一年来, 是建议的, 这就是郭鲁英俊, 这个事情的。 很多人现在在这边, 这就是来的动作, 然后,这么一年,这就是来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存在。 所以, 现在, 叶蒲丹荡, 这时, 这个。 这个知面, 这个经浔, 这些。 这个投资。 这个人知道。 这是, 这些人知道, 这个人知道, 这个人知道。 这个人知道, 这个人知道。 但是, 这个人知道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 他的回答很矛盾 他自己说他死也不忘 但他明明就在没死之前 他就忘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平时呢很容易就气到不行 就是我要把你这个人千刀万剐 但其实呢没多久 也就忘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今天你跟人大吵了一架 打了一架 其实隔天你也就忘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把 其实只是短暂的这样的敌人 把他当成永远 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说 这个人他其实因为他的愚痴跟烦恼 所以他等于是疯了一半 他的心是乱的 我们不需要跟着他这样去做 同样我们如果不知道 克服自己的烦恼跟情绪 我们也会变得跟他一样 是会疯狂的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这样来想一想 我们这一次谈到的主题 是说要生起悲心 如果你没有办法生起悲心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应该要尽力的 好好地来想一想 就像这次谈到说 想众生都是具备父母的恩德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好好清楚地去思维 并且要真正知道说 如何面对你周围那些 伤害你的人或者你不喜欢的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都不能在世 可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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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世蒋公坑楚仁波妾 罗卓雀吉森吉 在1954年生于拉萨 一岁五个月时 正是被认证 六岁时在西京旧龙德寺 由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举行座床典礼 从此后 蒋公坑楚仁波妾 一直是法王的心子 从没分开过 蒋公仁波妾 对他所有的指导上师 都非常尊敬 且具大信心与虔诚心 尤其他对大宝法王 是全然的敬爱与信赖 他世事无为不至 法王亲自教导他 很多深奥的法门 例如五宝藏 嘎举传承所有的灌顶 口传和石修直道 大手印之精髓等等 尤其大手印的证物 最高传承加持的心法 由大宝法王直接传给了他 他也因此成为一位嘎举成就者 三世讲公仁波妾的一生 正是一部对上师虔诚的书圣教法 足以对法道行者 产生巨大的启示作用 前行开示 转新向法四念处之一 轮回过患 第二部分属于呼求的奇请文 是我们今天所要开示的主题 他以接呼为开头 这是一个代表悲切 和慈悲的用语 接着记文如下 同我一般恶业有情众 无时以来长转轮回中 尚需历尽无边之痛苦 刹那艳离 亦未曾生起 上师见之我 其以慈悲及垂顾 加持生起甚深之初离 我们若想学佛法 首先 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就是 是轮回唯一不具结果 和价值的东西 我们若不了解 轮回的无意义性 便没有理由要修行 在此修行一点也不具意义 反之 若真能了解轮回的虚幻 和无价值性 我们便能生起 清静的发心 而这就是在金刚总持 其请文中所说到的 出离乃修行之族的道理所在 清静的修行 要立即于出离之上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出离的意思 就是想办法逃离轮回 但这是不对的 出离的真实意义 乃是是轮回 唯一不具价值 和重要的东西 但你不能以为 只要逃避它就可以了 我们必须看待轮回 如水车般 路路转动一样 一个痛苦 接着另外一个 虽然我们并不想受苦 但由于我们误认为 轮回中 有某种我们可以依赖的东西 使得我们继续不断陷于痛苦之中 为了想得到我们自认为的快乐 我们的业造得越多 并且持续增强自己的烦恼业障 导致更多痛苦的产生 所以这就是在第二部分 一开始的提醒中 我们要先祈求处理的原因 而在前行法的四加行中 首先我们要观修的便是 转心向法四念处 它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四共加行 此关处可助我们升起出离心 出离包括消除 认为轮回具有价值的错误观念 并把心转入了解它的 不具任何可靠实性 所以这并不表示 我们要逃离它 而是我们必须去了解它的 虚幻无实之性 倘若我们对转心向法 或出离无法真实实践的话 那我们的修行便会成为所谓的精神物质化 也就是我们完全只是在一种虚表上的做法 如此它不仅无法成为消除轮回无名和痛苦的良方 还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迷惯 一般我们在生活上所了解的相对体验并非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断除它 解脱包括断除我们一般对表象事物的体验和绝措 但以这样的方法来看待事情时 有些人便会认为 消除或迷便是表示把一切的表象事物摧毁 然后一旦属于表象的东西都消失后 我们便能体悟到某种东西 某种清静 某种像彩虹或光镜般等的东西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就如蒂洛巴·圆纳洛巴所说的 并非表象之物对你造成束缚 你所受服的是自己对它的执着 这表示我们所觉受到的课题本身 并不会带给我们问题 问题出在我们对课题之为具体实有的错误观念上 因此必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态 而非课题本身 事实上 一般相对的表象显现 以及我们对它的觉受 并没有停止之时 而且它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举例来说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桌子时 课题本身一点也没有要我们认同 它是一张桌子 或造成我们起任何反应的想法 相反的 这些都是来自我们自己本身 来自我们心里的东西 而它才是我们要改变的 课题本身再怎么说 都不需要摧毁或改变 所以佛陀从未说 我们要阻止表象事物的显现 或停止自己对它的觉受 事实上 经典上说 正观或是实相的真正本质 指的是相对与绝对真理的合一 但这两种东西 常被我们从知性上的观点 加以分别 而显得相互抵触 我们继续以桌子为例 我们只为桌子的课题本身 包含了相对与究竟实相的层面 而这两者之间 并无相互矛盾之处 桌子的表象 显示出有一样像桌子这样的东西存在 它的存在 基本上以一种显现的方式呈现而出 因此 我们并不需要去毁掉它 然后以一种新的空无的空性 去证明它 当桌子呈现出来时 我们所赋予它的假明 本身是空的 物质性的东西 是由许多简单 随意聚集的小分子 所组合而成的 称为因缘合合 也就是一切呈现出来的东西 都是由许多因缘 所凑合而成的 因此 它缺乏真实存在的体性 由于缺乏真实存在的体性 所以我们无法说 一切现象是存在或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必去否定它 所以 在我们所觉受到的一切 相对体验 与其本质 难属虚幻无实 之间并无相互矛盾之处 倘若你问 佛与众生的觉受或体验方式 有何不同 答案是这样的 佛与我们 一样觉受到一切普通的表象事物 但佛视其为空色不恶 仿如一个虚幻的假象一样 而我们则感到 它们就像真实 而具体存在似的 我们执着一切事情为真有 并以我们的感觉 将其分别为 觉受的主体 和被觉受的课体 然而佛则不会这样做 事实上 一切若不具空性的话 它们便无法由其中显现而出 要了解它与处理 有何关系 可让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 譬如 某些我们所拥有 且极为喜爱的东西 倘若它坏掉了 或者我们不小心 把它弄丢了 我们的执着和占有 并不会因此消失 我们还是会再找一些其他的东西 来代替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因此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心态上的问题 而非外在的表象事物 或课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而这也是佛之所以说出 一切事物乃为新的展现的道理 上面的寄送文 说明了轮回本无真实的体性 所以我们应该 由心底深处 升起坚定地处理 第二段的奇请文 谈到了要获得宝贵的人生 非常困难 但其利益也和其之大 记文是这样写的 以得侠满人生 尽虚度 此生无异所作 常散意 懒于承担 大力解脱行 无异从财宝周 空手回 上师见之我 其以慈悲 及垂顾 加持成就 巨异之人生 一般来说 一切六道众生 皆具福性 但若谈到要证悟成佛的话 则人道众生的条件 较具优越性 我们有两种人生 一是所谓的普通人生 另一则是殊胜的人生 殊胜的人生 指的是一个人 具有八种善缘 和十种福报 这些都是由于过去生 我们所累积极大的福报 所成熟的善果 但我们却极有可能 将此宝贵的机缘 白白浪费掉 我们可能把生命 浪费在追求世俗的 短暂目标上面 而非解脱 我们可能因此妄念重生 而造了许多业 事实上 我们此生 在追求短暂目标上 所做的一切 均只会带给我们痛苦而已 有时甚至还会赔上性命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 说轮回并无本质的 其中一个道理所在 因为我们努力 所追求的东西 事实上 一点也不具任何价值 本身具有本质 和意义的东西 是佛法的修行 修行佛法的意义在于 让自己开悟成佛 然后才能带领众生 到达同样的境界 虽然我们知道这一点 然而由于自己的忙碌 导致修行不利 以致成就无奇 我们常因某种 我们常因某种懒习 而借故拖延 到真正的上师 闻到佛法 在这之后 其请文继续写道 上师见知我 其以慈悲及垂愿 加持具意知人生 换句话说 就是 请加持我 善用人生 让我以及一切众生 都能由轮回中解脱 转型向法思念处之三 死亡无常 上一段的记文 教导我们人生的难得 何其具意 下面则谈到死亡与无常 他说道 人生在世 无人能不死 他今一一陆续赴皇权 我亦不免迅速将逝去 俯心却作长久注释计 上师见知我 其以慈悲及垂顾 加持无瑕 故而俭盈记 一切我们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 凡人 纵然是佛陀 亦展现了他入灭的方式 而此点正证明了一切组合或聚合的东西 譬如像人的身体 究竟不免都要分离溃散 事实上 事实上 任何有组合所形成的东西 早就注定他终究避毁的命运 举目标准备 我们看到了人 动物等等的东西 不断在死亡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应该醒悟到自己也不例外 有一天 终也会过去 只是时辰未知而已 通常当我们看到亲人死亡时 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亡的事实 然后才会好好的想上几天 二 有一天我也会像这样死掉 所以最好现在就要预做准备等等 但等时间已过 我们便又忘得一干二净 正为自己的寿命还长得很 我们的问题在于正如纪文中所写的 我已不免迅速将逝去 复兴确作长久注释计 事实上 我们甚至无法肯定自己 明早是否还活着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在未来的某时某刻 我一定还健康地活着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更不用讲到明天早上的事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地说 在下一刹那或下一秒钟 他还能活着 采取不采或忽略的态度 以至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便是纪文中所用以形容我们的福星 后面两行的齐情 是请求上师加持我们减音计 也就是不要认为生命是无尽的 故请求加持让我们能了解 我们随时会赴皇权的事实 并认知自己已无时间可自浪费 此集加持无瑕 故而减音计之所指 人生短促 无瑕虚职 故应减少世俗的计划等 此记文显示出 无常观的重要性 而这是正确的修行 所必须具备的 词词词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新的一年开始 特为护生园区所有动物 起见梁皇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主法 日期1月22日到1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1点开始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 二段345号 备注 1.欢迎为家中宠物登记回向 2.亦开放重病者 及广生百日内王者回向 3.因场地关系没有设立实体排位 请上台南分会网站登记 4.请全程戴口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成真义工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3.可以 drokat中宠物登记 7.进入 4.com 栈梦 4.翌尤音乐 7.竞争室 7.3 7.3 9.3 1.2 8.3 9.3 11.2 9.3 香沙途中 诸佛蒸发僧且生这种 定理一切愿我等吉祥 等望佛仙拥以成就佛 思念的佛闪命生的佛 一切已痴光大命成佛 如许你闪生黎明的佛 吹念一切终生命的佛 为力吉祥名成祖远佛 请问生命赠的曾吉祥 吉祥把大山石井顶礼 文书童子举的金刚手 神官自在乎诸诸诗尊 地藏菩萨并语初改章 生存菩萨菩萨须空葬 青莲金刚白莲那切书 如意模拟宝剑日月轮 赤山石井顶礼 赤山标志吉祥书生灯 把大菩萨永世静定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报三集香黄金鱼 如意报平月一秒莲花 月银海落圆满迹相见 不朽生窗子在尽伦荡 书生雕之八生吉祥巴 公养十方三十一切佛 今夜喜女生中计自相 大大吉祥天女精定理 大帆大自在天边如天 千无敌世与之过天王 赤山山 赤山天王龙王光露天 赤山天王龙王光露天 赤山天王隔世天保 公图 已道三十五千干至山 拔塌身拔窗 三界增上 闪耀欲几乡 世间把大湖发尽顶礼 我等如今所作诸诗言 一切正能脑海细笑你 顺眼曾照所愿如一尘 七言七香如一夕圆满 一切正能脑海继续 一切正能脑海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